自21世纪以来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更新发展 军事领域的科技化十分显著 就拿战斗机来说 原本需要飞行员驾驶的战机 再朝着无人化的未来大方向走去 越来越多的无人机在现实当中出现 要知道 相对于战斗机来说 飞行员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想要培养一个合格优秀的飞行员 将投入大量的资金 倘若飞行员不幸遇难 无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是很肉疼的打击 正是朝着人类生活的大趋势 无人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其凭借着人员零伤亡率 智能化 使用限制低等特点 在军事领域备受青睐 毫无疑问地说 无人机是后起之秀 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迅速 无人机也从当初的单一化 变成如今的多功能化 并且也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着手研制无人机 众所周知 我国就在研制无人机这一领域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彩虹翼龙两个系列的无人机 成为了各个国家买断的抢手货 不少中东国家看到中国这一现状之后 也开始自发研制无人机 然而 以色列研制的仓路无人机 在销售时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据了解 以色列在无人机的研制上 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 其研制出来后 将其出售给土豪沙特 并且这位土豪买主 一出售就是60架 这也是以色列的一笔大生意 然而 事实并非像想象当中发展的那么顺利 在沙特测试完该无人机之后 却表示要求退货 这让以色列一下摸不着头脑 要知道 沙特这个国家 对于武器装备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这次在测试完仓路这款无人机之后 表示该无人机不仅操作复杂 而且性能不佳 达不到其预期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的无人机 在中东地区早已是大方异裁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表示 想要从中国订购无人机 并且最近 哈萨克斯坦更是高调展示 从我国进口的翼龙无人机 并完成首秀 可以说 在中东地区 中国的无人机是成王称霸 不少沙特人表示 仓路和翼龙差距太大 与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根本没法相继并论